人氣男團MIRROR成員Tiger及Jeremy 今日出席海港城某間店鋪的開幕儀式 吸引近300粉絲迫爆店鋪範圍的通道 在活動上二人分享旅行的南望市 期間大會推出巨型蛋糕 為明天22歲生日的Tiger慶祝 全場粉絲都有合唱生日 Tiger 前夕 而在Tiger 三日前夕 就有網民發現Tiger二次和余香營的妹妹余傑型咖著 更加從二人社交網�找到不少蛛絲馬跡 例如戴了情侶戒指、手牙、頸色等 又擁有同款的帽子 而早前Zoey和媽媽看完MIRROR演唱會 入後台跟MIRROR拍照時 向來拍大合照都是站在一旁的Tiger 竟然站在Zoey旁邊 就像男朋友一樣 之後更有網民發現 兩個人不時都會在社交網上互動 可以看到兩個人關係飛淺 不知道Tiger生日會否約Zoey一起光呢 我也可能會約她 因為跟她很友善 因為牌球認識了就很友善 你們戴情侶戒指和手額之類 今天沒有贊助 今天沒有贊助 沒有贊助了一條頸鏈 這樣對嗎? 那些就差不多 因為好朋友 Tiger也有自己的牌子 所以她也會光顧一下她的牌子 好欣賞的位女生 好欣賞的 她也很男人婆 對呀 她很男人婆 她很男人婆 所以就很適合談 有些事情都不怕說 所以不怕說 其實我們那時候一起 在劇組都經常聊天 所以大家都很親密 很直接的 很輕鬆 但就沒有這個發展 可能跟朋友 如果真的有我再告訴你 如果真的有我再告訴你 其實我個人來說就想拍拖 我都很期待老虎仔出帖 哈哈 沒有老虎拍拖 真的都很久了 都說了中學 中學 你很小而已 都行 是不是三日願望 想拍拖是不是三日願望之一 三日願望 沒有啦 如果說出來也不靈 哈哈 哈哈 你去馬吧 你去馬吧 再試一下吧 好嗎 另外早前在調教你MIRROR中 指出Jeremy和花姐的關係不是太好 現在是不是已經破冰了 說得出來就已經破冰了 其實就沒事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是 我們之間有很多 大家一直 收藏一些東西 然後一直不說 誰知道其實說出來之後 發覺原來花姐是這樣想的 但我想了第二個方向 而一直恨有單曲的Jeremy 就說會好好準備自己 旁邊的Tiger就立刻說 不如一起出手合唱歌 我們出手合唱 好啊 都蠻有趣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跟Tiger的風格都很像 如果我們出一首合唱 都蠻有趣的 應該都蠻殺石的 哈哈 另外在活動尾聲 有一個女粉絲體力不知暈倒 兩個人都表示好擔心 都擔心啊 聽完都很擔心啊 其實都是那句話 我覺得出場活動 支持我們 一是這麼多人 天口又慶 是的 迫著 然後最近疫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支持還支持 小心心體 還有兩力而為 我覺得最重要 不要勉強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機會見到大家 在一起 有些人 都會有很多機會見到大家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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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很多機會見到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